大家好,为什么这次短片会说三岁至八十岁都可以编程呢? 其实我想介绍Scratch这个编程方式,是一个网上平台 我们可以在上面做这个编程,不需要安装任何软件都可以 而且上面有很多不同的功能,可以利用它预设的职目 可以自己制作到一些电脑的动画,或者是一些电脑的游戏 是不需要写任何编程的 这一系列的教学短片,我都会讲解一些Scratch的基础使用教学 这一系列的短片都适合如果你对Scratch电脑编程有兴趣的话 甚至乎你是想自己去创造一些电脑动画,或者电脑游戏的话 这一系列的短片都很适合你的 如果你是学校老师,或者家长,甚至乎成人或者长者 你是有时间想去试一下用自己的能力去做电脑编程 亦都欢迎你们去看我们这一系列的教育短片 有人要留意,这一系列的教育短片的内容主要是Scratch基础使用教学 而且这些短片我都预认给成人看 所以我会讲得快一点点 而且里面的教学内容不是太难的 因为是基础使用教学 而且这些短片并不是我们中心的Scratch课堂的教学内容 我们Scratch课堂如果是在中心教小朋友那些 其实会再加难一点,而且会多些不同的project要他们做 所以如果大家对我们中心的课程有兴趣 也可以致电或者WhatsApp我们 如果你们在学校或家长群想早班或小学或幼稚园上导校课程 亦都欢迎你们联络我们 事不宜迟,不如我们上去Scratch这个网站 看一看是怎样运作的 大家看到这就是Scratch的网页 这里有一段影片 我们可以按一按来看 看一看究竟我们学Scratch的话 可以做到什么制成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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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刚才那段影片 也看到有很多不同的画面 又或者不同的动作 甚至可以自己画一些绘画一些图案 可以编制成一些动画 又或者是一些游戏 我们现在示范一下 如何开始做这件事 这个版面上 你可以看到 有个Logo 然后有其他不同的按键 可以按 如果想转成中文的介面 在这里可以教的 最底这里 有一个叫做繁体中文 看到繁体中文之后 可以看到我们转成中文的版面 如果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设计 我们可以按创造 按了创造这个位置之后 我们就会由头开始 看看整个Scratch的平台是如何使用的 我简单去讲一讲 我平时教小朋友 写程式的概念是什么 其实我会说 好像一个舞台剧 如果我们要做一个舞台剧 我们需要什么 首先要有演员 即是在这里 这个位置 我们要加一些角色 例如 本身它已经预设了 有只猫猫加入了 我再加多一个 可能叫做 这里有很多 我亦可以分门别类去选 例如 我喜欢加多一个 什么角色 我喜欢加多一个 蛋糕 我就可以放多一个蛋糕 在这个版面上 这个就好像是我们舞台剧的台 那样 究竟台上有什么人 有什么物件 在上面 我们可以加进去 这里我们加了有两个角色 本身 第一个角色就是猫猫 就是它本身 任何新的档案都会有的猫猫 然后就是我刚刚加进去的 这个蛋糕 除此之外 是不是还要有背景 我们有背景 这里也是的 我们要先选一个背景 我们可以按这个去选 亦都是 它都分门别类给我们的 可以有图案 水里面 或者太空 室内 这些很多 我们可以自己去选 我就任意选一个 例如 我就选 这个 黑夜的天空 看到黑夜的天空 有些歌流大厦 你留意这一幅 好像整幅画在后面 它是一个背景 你当像我们平时 做舞台剧 有时一大张过的背景 前面这些就是一些人 或者是一些物件 然后舞台剧还有需要什么 才可以完成一个舞台剧 当然要有剧本 我们会说 原来我们继续这些程式 用这些继续 这些程式继续 去继续出来的就是剧本 例如 我就会跟演员说 我一会叫action的时候 你就要说哪句对白 例如你要说hello 那我们试试 在我们scratch里面的开始 其实就是这个绿色棋 我们就会说 每当我讲action的时候 你就要做些什么 各位演员就要做些什么 我们这里scratch program 也是的 如果我说 我一讲一点击这个绿色棋 你就要做一系列的动作 我们看看例如 我一说action的时候 你就要说一句hello 我就在这里找回 说出hello 跟着持续两秒 对了 那怎么可以做到呢 那我们现在试试了 没错了 这样为之 说出hello 持续两秒 就是显示了他的说话 除此之外 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可以是 移动 例如 这样 就为之移动了十点 我会解释这个叫做十点的距离 不是真的走十步 他如果走十步 你看不到他真的好像一步一步走过去的 你看不到的 因为他只是说这个是表示一个距离 如果你真的想他走一阵 停一阵 走一阵 停一阵 这样 你就需要做这件事 例如就是 你就会看到明显点的分别 因为他走了十点的距离 就是走了一次 然后停一秒 然后再走十点的距离 这样的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不同的事情 可以做到的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因为他可以做一些动作 又可以在外观上有些不同 又或者真的可以播到一些音效出来 例如有什么音效可以播到 可以 看一看这里 我又开始 这里把播放这个声音 我放在最前 然后才做后面这些动作 现在又试一试 大家都听到了 他真的发出了这个音效 然后再移动 然后再停一秒 然后再移动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不同的事情 可以做到的 如果要复杂一点也可以 如果要简单一点也可以 首先我们简略看一看 动作这里可以是 向右走 向前走 或者是 左转右转 或者是画行 这些都可以的 或者是设定它的座标 都可以的 然后外观 可以像刚才那样 显示一句说话 又或者 可以转换造型 什么叫造型 其实我会解释为 好像舞台剧里面 那些人物角色的表情 即是说 它有时做一个 它可能站在那个位置 仍然都是它 但是它的表情会不同 我们看看这只猫猫有什么 不同的表情 你看到它有两个造型 看到吗 都是它 但是它原来是可以 做到有不同的造型 我们有什么作用 我可以加一点东西 让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些先放下 我今次想示范给大家看看 什么叫做 造型 变成下一个 如果这样的话 它仍然都会有这一下音效 就会播这个音效 然后不断重复做这件事 就是做什么 就是做 将造型去改变 好像跑步 小朋友很喜欢这样的 看到它不断做重复一个动作 它们就觉得很有趣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 今天我会先讲到这么多 我们就讲了 原来Scratch这个平台 就好像一个舞台剧 这样去编制一个情细 首先我们要选择角色 里面可以加些什么角色 除了在预设的角色选择之外 我们还可以自己上传一些相片 或者是绘画又可以 驚喜 这个其实就是它随意抽一个给你 背景方面 好像我们舞台剧的一些背景 可以自己画又可以 选择又可以 或者是上传一些图片都可以 然后我们这个 程式这一部分 我们就放一些 所有这些 我们的程式积目下去 其实就好像每一位角色的一些 劇本 然后呢 还可以 变更它们的造型 例如这只猫猫可以有不同的造型 然后呢 还有些音效 你可以加进去 好像刚才那只猫猫 它懂得播放这个音效 也可以 我们暂时今天就先讲到这么多 未来我们这一系列的短片 都会讲多些Scratch Programming 大家也可以上去这个网页 看看 试一下用先 不需要收费 是很简单 可以试一下去做 我们接下来会有很多不同的短片 都会教这个Scratch Programming 好 今天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